揪起来头歪歪的手没有办法 就是要用这只手用叉子或是用汤匙吃饭 三年前邱小姐发生车祸 肩颈部疼痛肌肉无力 直接麻木成了日常 到处寻找原因后才发现是周边神经病变 初步是判断它颈椎应该是受到一个 叫做挥边式的损伤 那这种挥边式损伤 其实大部分它会恢复到一定的程度 但是少数会产生像它这样的一个 就是交感神经症状的一个情况 面对这种状况一般可以调整生活 复健服用药物或是手术来治疗 而邱小姐虽然属于严重的个案 但她接受了一种中西合璧的治疗方式 用超音波找到肿胀神经 再利用针灸对症下针 主要是模拟西医的神经跟阻断 因为他们在神经跟阻断的时候 也会采取超音波去定位他们的颈部神经解 床上很多病人很未增 有时候会增到神经 病人的感觉会很不舒服 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要治疗的是 受到压迫的神经 就等于说把它的沾黏清楚 而不是直接去刺神经 医师表示神经受到压迫 甚至断裂的患者 因为肌肉组织没有受到伤害 所以透过核磁共振也难找到病因 改用超音波就可以精准找到肌肉 神经受损的部位 再加上针灸 可以有效修复神经 缓解症状 大家新闻聆听询好 台北报导